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闪耀巴黎时装周,两场大秀两种朝酷风,登上市区。 王一博不愧是你,太给我们争光,时尚圈都在惊叹,两场大秀两套造型,左手一个香奈儿,右手一个法国鳄鱼,瞬间登上市区,闪耀巴黎时装周。 这次巴黎时装周,王一博帅得有点无法无天了,无论是排面还是待遇,都让我们长见识了。 两场大秀下来,你会惊叹他的时尚表现力,果然是人穿衣服的衣架子,穿什么都带着自己的风格跟态度。 他可以把香奈儿的优雅穿出男生的雅匹风,也能轻松驾驭很多难以融会的元素,甚至让那些很难搭配的饰品,在他这里就会变成朝酷的点缀。 香奈儿选人果然是有态度,忠于自我的人,就是会轻松驾驭服饰,这次王一博以香家软的外套,戴着复古风的腔调,搭配宽松牛仔裤,一顶贝雷帽,休闲运动中带着男性味道。 香奈儿对于王一博的宠爱,向来不吝啬,从出场的那一刻,各种香家元素都给王一博整上身。 这个带货王可是让香家总裁都叹为观止的存在,自然不遗余力把看家的单品拿出来。 香奈儿大秀,陪伴在王一博身边的就是卡罗林,作为老朋友了,每次大秀,两人总会热聊一段时间。 由此可见,电影演员还是心心相惜的,好多人看到卡罗林握紧王一博的手,都在羡慕不已,怎么可以握这么久? 王一博别笑了,一笑就这么甜,难怪会让人爱不释手。 好吧,此刻也是羡慕了,王一博笑与不笑,完全两副面孔,一个是潮酷,一个是奶萌。 接下来,咱们要说一下重头戏,那就是王一博成为法国鳄鱼的全球代言人,这次顶端待遇给了谁? 停车平接人,为发布的服饰手穿,预热之前,创意总监更是手绘各种王一博绘本,更是诚意满满向全球推送这张东方面孔,瞬间登上市区榜。 好给我们国人争光,王一博这次的巴黎之行,果然是顶中顶的王者,一身白色运动套装出镜,给人一种高中生的济世感,运动戏男生,就是招人喜欢。 在法国鳄鱼大秀场,因为王一博的出现,瞬间引来不少媒体乃至时尚圈的围观,这可是法国鳄鱼很有排面的一场大秀,携手王一博的出镜,曝光率瞬间飙升,现场不少人大喊着王一博的名字, 更是因为王一博从出发就一身鳄鱼家的行头,在国内引发抢购热潮,这次王一博的一身白色系运动套装,配合他的炸毛造型,一股青春高中生的气息,很符合王一博的形象。 我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的,乐于家这套服饰,猛乐来袭,青春又娇气,干干净净,运动风跟王一博很配,爱了。 超额完成曝光率的王一博,可谓是带给品牌无限的流量,作为法国顶端时尚运动品牌,这次拨天的富贵降落在他家,能不开心到飞起吗? 别说,没有对标就没有凸显,巴黎时装周接近尾声,众多明星扎堆来袭,论牌面和待遇,头一次听说总裁陪伴左右,停机平接人的高规格待遇,就这么在王一博这里让我们见识到了,怎么办,夸不完,根本夸不完。 其实论咖位,王一博算是这次巴黎时装周的王者,看秀带来的热度可谓是货真价实的存在,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,都备受瞩目的存在,自然会招人嫉妒,没办法,这就是王一博的厉害之处。 小肥妖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,不混粉圈,所有也请某些人不要拿别人来对标,我的风格就是分享我看到王一博而已,感谢尊重。 王一博巴黎时装周复古风造型惊艳全球,引领时尚潮流。 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时尚大片释出,令人惊艳。 这次的看秀造型主打复古时尚风,让人眼前一亮。 王一博作为当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,不仅在演艺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,更是时尚界的宠儿。 此次巴黎时装周,他凭借独特的复古时尚造型,成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 照片中的他,身穿一件经典的双排扣西装,搭配一条颇具设计感的领带,尽显优雅气质。 复古眼镜和时尚帽子的点缀,更让整个造型锦上添花,彰显出王一博的个性魅力。 此次王一博的复古时尚造型,既体现了他对时尚的敏锐洞察力,也诠释了时尚与复古的完美融合。 粉丝们在评论区纷纷表示,王一博真的是太帅了。 这次造型满分,复古时尚风太迷人了,简直让人无法抗拒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博此次巴黎时装周的造型,不仅在国内引发热议,也在海外收获了一大批好评。 这不仅彰显了中国演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,更展示了我国时尚产业的日益崛起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王一博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时尚表现,成为引领潮流的典范。 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复古时尚造型,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 他凭借出色的演绎和独特的风格,成功诠释了时尚与复古的完美结合,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时尚魅力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未来的时尚道路上,创造更多的精彩表现吧。 对此你怎么看? 欢迎评论区精彩留言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